大家好,11月26日平安温州发布通报 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以犯罪嫌疑人周超华涉嫌开设赌场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于2021年11月26日对周超华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11月27日澳门特别行政区表示 特区警方根据之前刑事侦查所获的证据 今早依法将周性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涉案人员带回警局调查 特区政府重申所有在澳门从事博彩业的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澳门特区有关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周超华 他呢绰号叫洗米华 为什么叫洗米华呢 1986年香港有个电视剧啊 叫城市故事在TVP播出 里边的主演叫梁思浩 他呢外形和这个周超华很像 他呢在剧中有个外号叫洗米华 随后呢这个周超华呢 也就用起了这个洗米华这个外号 周超华早年啊 实际在澳门呢是蝶马仔啊 就是负责拉客的业务啊 这个蝶马仔的故事 其实大家可以搜一搜 有很多影视剧啊 都都有描述 后来呢被澳门黑帮教父叫尹国居啊 化名叫爆鸭居 看中了收作手下 实际他是有黑帮背景 后来就正式启用了他这个洗米华的这个外号啊 现在大家可能都知道洗米华 不知道叫周超华 07年时候啊 这个周超华创立了太阳城集团啊 恰逢呢 澳门开放主权 集团的迅速发展 截至目前呢 除了博彩业 周超华业务还包括旅游 影视制作 餐饮金融 截至2021年6月啊 其持股的上市公司 太阳国际 太阳城集团啊 太阳娱乐集团 凯生控股 那么这一次啊 他批准逮捕啊 我简单介绍温州警方通报的案情啊 温州警方通报啊 07年以来 周超华在澳门等地赌场 承包赌厅 又于2016年 在菲律宾等地 开设网络赌博平台 被谋取非法利益 周超华发展境内人员 为股东级代理的赌博代理 通过高额受信 推广赌博业务 提供车辆 接送服务和技术支持等方式 手段组织 中国公民 赴其承包的境外赌厅赌博 赌厅赌博 参与跨境网络赌博活动 在中国境内成立资产管理公司 为赌客用资金换取赌博筹码提供服务 帮助追逃赌债 协助客户进行跨境资金兑付 利用地下钱庄等非法渠道 为赌客提供资金结算服务 逐步形成以周超华为首 张宁宁等人为骨干 人员固定 层级明确 人数众多的跨境赌博犯罪集团 截止2020年7月 以周超华为首的跨境赌博犯罪集团 共发展股东级代理199人 发展赌博代理12000余人 发展中国境内赌客会员8万余人 涉案资金特别巨大 严重 危害了我国社会管理秩序 根据公安机关查明的犯罪事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 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 以涉嫌开设赌场罪 对犯罪嫌疑人周超华批准逮捕 公安机关在此敦促其尽快投案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 此外周超华为首的跨境赌博犯罪集团骨干成员张宁宁等 因涉嫌开设赌场等罪名已由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大家知道10月17号也就是周超华被批捕前10天 太阳城集团通过官方的微博发布过一则声明 称太阳城博彩中介有限公司遭恶意敲诈 涉事人敲诈未遂后于网上散布谣言 诋毁公司 公司已报警并获立案处理 周超华曾经大笔出售上市公司的股权 2021年的8月31号 周超华将其持有的太阳国际股份全部出售 2021年的前三个季度 太阳国际的营业总收入是2432.54万 同比下滑33.79% 规模净利润亏损了1467.35万元 同比下滑了314.6% 被抓使周超华英持股三家上市公司 分别是太阳城集团 太阳娱乐集团 凯生控股 那么2021年上半年的太阳城集团 营业总收入是1.49亿 同比增长58.7% 规模净利润是2.09亿 同比增长276.3% 2021年1到9月 太阳娱乐集团营业总收入是2962.36万元 同比增长57.5% 规模净利润亏损了3594.82万元 同比下滑了128.7% 2021年的上半年 凯生控股营业总收入是1.08亿 同比增长了22.9% 规模净利润亏损10.9万元 同比增长99.8% 周超华这次批准逮捕 与澳门赌牌重新洗牌有关 澳门赌牌一共有6张赌牌 一张赌牌可以开设多个赌场 一个赌场可以有多个赌厅 一个赌厅也可以多张赌台 额外呢 要额外申请这个开设新赌场 要向政府申请 同样呢 如果成功的被批准开设赌场 想要把规定的赌桌数再增加 也得重新申请 在澳门呢 这个西米华呢 是小自备啊 他没有资格拿到赌牌 开办赌场 只是在几个大赌场里 包下了几个贵宾厅 即便能揽到这个贵客呢 抽到水钱 扣掉七七八八的费用 真正落到口袋里的 也是有限的 所以现在赌客呢 这方面的这个资金啊 实际他并没有赚到多少 西米华能崛起啊 是因为他懂得与时俱进 瞄准了互联网新机会 上线了太阳城网络平台 2019年时候啊 周超华成立的这个太阳城网络赌博平台啊 称他就是新亚洲赌王 那报告显示呢 太阳城网络赌博平台拥有菲律宾 柬埔寨啊 网上赌博拍照 赌场和网络服务器是在境外 身在境内的这个赌客 只要打开电脑和手机登陆其平台 就可以到赌场全景啊 看到全景包括呢 赌场的这个核冠发拍员啊 还有现场发牌的实况 借助视频远程下注 足不出户可以实现在境外赌博 该赌博平台呢 下注啊 玩家可以选择电头或者好一头等方式参与赌博 这个电头啊 就是为玩家用电脑和手机查看现场实施直播 通过电话指挥在场的太阳城带员啊 带头员为其下注 那这个好一头啊 是赌客不方便打电话遥控指挥时啊 可以直接在手机上观看现场同步视频 点击筹码下注 电头和好一头啊 分别有四处和六处场地啊 都分布在菲律宾啊 新豪天地 卡卡湾度假 柬埔寨 柬埔寨境内呢 是西湖度假酒店啊 赌场 电头的赌博方式啊 筹码最低是5000元 最高是250万元 好一头赌博方式的筹码最低是1000元 最高是4000万元 视频显示啊 太阳城网络赌博平台 至少有100桌以上的百家乐赌台 玩家可以快速的切换赌桌 该平台呢 招募有千余名的这个店头员啊 对网络赌客提供一对一 24小时全天候服务 平台APP界面除了支持普通话以外呢 还设置有粤语 东北话等个性化选择 人民币呢 是赌场里的硬通货啊 运营了4年多平台会员估计人数有10万人之中 一年的投注额呢 在万亿元以上 这个数字相当于2018年中国彩票总收入的 5114.7亿元的近两倍 那要成为这个太阳城贵宾会员呢 开户资金门槛 那太阳城他的赌客呢 大多数呢是来自于中国的这个经济发达地区啊 也就是省会城市还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 一些那个民营企业家啊 还有一些这个公职人员参与赌博 涵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而且在中国社会啊 实际上 导致大量的这种赌博行为啊 影响了社会的整体治安 包括中国的警方呢 也曾经啊多次打击网络赌博 其中涉及到很多太阳 有关太阳城的案件 15年3月啊 湖南警方曾经侦破跨国网络平台啊 包括深博太阳城也被点名啊 那么15年10月山东安邱检察院 也点名太阳城逮捕13人 19年温州乐清警方跨省侦破特大网络赌案 那这个新米华呢 除了开设赌场以外啊 也利用这个电影进行洗钱 这个是 我觉得这是公开的秘密了啊 除了赌博以外呢 电影也是这个周超华身上重要标签之一啊 他身兼制片人监制演员等多重身份啊 09年的时候 他就开始投资电影叫扑克王 正式踏足影视圈 2020年1月 周超华还曾以澳门影视制作文化协会会长的身份 接受媒体采访 过去十年啊 过去十几年 周超华的太阳城极端 共参与投资电影是65部 并与内地影视单位紧密合作 联合出品的电影 那红海行动 扫毒 杀破狼 湄公河行动等电影 由于啊 红海行动 湄公河行动等电影呢 均为主旋律爱国主义影片 周超华因跨境赌博被捕的消息发出后啊 现在呢 网上有很多啊 网友质疑 很多 影视公司啊 利用爱国 爱国这个标签 来进行洗黑钱 其中呢 也包括啊 出品方 博纳影业 以及一些这个明星和一些经纪人公司 那么中国的爱国电影 长津湖啊 现在这个票房已经啊 打破了记录 他的出品方叫博纳影业 实际和这个周超华 他的公司有多年的合作 目前啊 周超华 西米华被批准逮捕 这个博纳影业啊 没有发任何的声明 后续呢 我觉得也会关注这个事啊 爱国呢 实际现在成了一门生意啊 甚至连这个赌场啊 连赌钱的这些人 利用爱国电影来洗钱 那你说这些影视明星 他们变成了洗钱的工具吗 不就是 他们不一起参与了洗钱的活动吗 所以现在来看呢 从战狼啊 到红海行动 再到 那最次的这个 长津湖 这里边都有很多演员一直参与 我觉得这个中国啊 这复杂就在这儿 你不知道他是真爱国 还是只是为表演 虽然有些导演是 身上是美国护照 美国身份 结果天天拍爱国电影 天天拍怎么揍美国人 你说他是爱不爱美国啊 他是爱中国 为什么拿美国护照啊 洗钱嘛 为了利益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呢 把这个爱国这个事 爱国电影这个事 我觉得 那新米华这个事情实际上啊 你要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了 实际是必然的啊 因为中美在对抗 中美整个地缘政治在博弈 那么很多 大的方向定了以后 中美在博弈 小的方面 你小的看澳门 实际中美也在澳门进行博弈 为什么澳门的这个赌牌啊 六个赌牌里面 有一半是美国人的 有一半是美国人 米高梅 对不对 还有那金沙 这都是美国的 所以呢 中美也在澳门进行博弈 那这一次呢 美国不断打台湾牌 不断利用台湾问题 跟大陆对抗 那中国当然在澳门 也不可能跟美国讲和 一定是拿回赌牌 我之前做节目讲过 未来呢 澳门这个赌牌啊 重新发放啊 有一条要求什么 要求中资必须入股 所以呢 未来呢 中国会整体上的控制 澳门的那个赌场 那美国公司 其实也可以回来 但是看对华态度 美国这些大的 像金沙集团啊 在美国政治圈 是有影响力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澳门 这个事情实际是 中美整个地缘政治博弈 大背景下的产物 中美关系不好 那么澳门啊 这些美国的这些资本 实际都会受影响 中美关系好了 很多事情都好谈了 所以你要看到整个大 有没有 都好谈了 感谢观看